啊 紫青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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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紫青姐姐 美丽 我的死不是你的错 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你越是这么伤心难过 我就越是放心不下 怎么能安心地走呢 好好回去吧 不要 紫青姐姐 你不要走 你走了我一辈子也无法赎罪了 大县已知 我不想走 也得走 不要 快回去吧 美丽 快回去吧 不要 紫青姐姐 你不要走 不要走 回去吧 不要 紫青姐姐 不要走 不要走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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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青姐姐 你不要走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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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你醒一醒 我是靖萱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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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青姐姐 她被我害死了 美丽 这纯粹是意外 就算是意外 她也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 我对不起她 阿玛 姐姐不能白死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我一开始就想打死她 可是紫青不让啊 我不能违背你姐姐的心愿 阿玛 你太软弱了 你两个女儿都被她害得这么惨 如果你放过她 你这辈子怎么抬得起头啊 算了 算了 我就是再怎么追究 紫青她也不能起死回生啊 你不追究 皇上还不肯呢 你以为皇上比我们伤痛轻吗 我看得出来 皇上有心治美丽死罪 只不过碍于老祖宗颜灭 不得不顾忌罢了 哎呀 连皇上都顾忌老祖宗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这可是我们唯一翻身的机会了 你确定 皇上为了紫青 会不惜得罪老祖宗 当然 皇上的态度十分明确 这个你无须置疑 好 你拿主意吧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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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王爷 替我家主子收拾改墓 前往府上下 感谢王爷大恩大德 理当如此 你起来吧 你来不见了 一切 还能够了 一切 他也不见了 他也不见了 这些人 他没有人 何百年 他也不见了 他们也不见了 这些人 他也不见了 要多休息 你得好生照顾 王爷放心 老奴会尽心尽力 有什么事 马上派人去亲王府通知我 是 宋王爷 佛祖慈悲 保佑美丽格格平安度过慈节 不想这招 不想这招 可否 哥哥你醒了 哥哥你先别起来 您脸色这么差 先别急着起床 再睡会儿吧 哥哥 清轩哥哥走了 哥哥 你的身体还虚得很 受不了风寒 就别出去了 没事的 哥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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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清门哥哥 真的没事 妹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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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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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有心就这么走了 美女在老家 天天派人和你相见 冯爷 我怕糟的竟然是天人有格 阿嬷 我还没有见你最后一面呢 我还没有给你烧一炷香呢 阿嬷 阿嬷 你一定要保住身体 你要是哭坏了身子 我还要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安心的 阿嬷 你走得那么凄准 你不要美丽了妈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掉 你怎么都不要美丽呢 你怎么都不要美丽呢 阿嬷 王爷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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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置之不理 任凭他们这么跪着 又成何体统 既然他们是要让我让步 我终须一见 启教 是 皇上 臣有事起自我 你要是为美丽求情 我劝你最好别开口 以免自讨无趣 靖萱也不是一味地求情 是想把其中的曲折告诉皇上 请皇上明见 事实俱在难不成 有人冤枉他吗 虽称不上冤枉 但靖贵妃却是难谢其责 靖贵妃为了打击报复美丽 把千万爷之死告知了美丽 导致美丽格格情绪失控 殃及了子情受伤 就算靖贵妃一时失言 让美丽深受打击 难道情绪失控 就能罔顾人命吗 请皇上明见 是因为有人点燃了炮烛 导致马匹受惊尸体 美丽确实是无辜的 美丽无辜 那子情呢 宫�� tard 你说说 咱们跪了这么久 这皇庄和老祖宗 怎么一点冻结都没有啊 是啊 不是 按常理分析 老祖宗一向看中大局 应该不会为了袒护美离 而枉顾皇族之间的和睦才是 难不成老祖宗为了和皇上较劲 决定置咱们于不孤 女儿 我们还要再这么跪下去吗 齐菊的走到这一步 你见过过河的族子回头的吗 可 可总这样跪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又饿又累 腿又麻 你们 你们其他的王爷也是这样吧 是 是 是 太累了 阿玛 那你们就喊出来呗 喊出来 没事 就就就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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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宗 老祖宗来了 老祖宗来了 父子 老祖宗 此情死得好凄惨哪 老祖宗 老祖宗 阿玛 老祖宗 白于徒 你 spaliamo щنا 求老祖宗为我姐姐主持公道啊 老祖宗 求老祖宗 主持公道啊 求老祖宗 求老祖宗 你们的心情我感同身受 听到子晴的噩耗 我心如刀割 子晴也是我的心头肉啊 子晴这么年轻就遭遇不幸 我跟你们一样的难过 一样的心痛啊 主子 老祖宗 老祖宗 老祖宗操劳 老祖宗操劳啊 主子 你们都认为 我护着美离 可有谁知道我的苦心哪 皇族宗亲 理应相互照应 赛家 赛家为了朝廷 连命都给丢了 我 我怎么能不护着美离 我怎么能不护着他唯一的血脉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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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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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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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皇上太皇太后气血攻心 导致昏厥并无大碍 混账东西 若无大碍怎么会昏迷不详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马上传太医院的所有御医 到慈林宫来会诊 倘若皇祖母有个三长两短 小心你们的脑袋 遵旨 卑职告退 皇上 您暂且宽心 老祖宗都这样了 让我宽什么心 我看皇祖母病她受难 归根究底 却因美梨所致 德公公 在 马上送美梨到宗人府 问罪 是 皇上 住罪 还不快去 遵旨 皇上 皇祖母 您醒了 我和皇上有话要说 你们先回避一下 是 下去 我和皇上有话要说